主播今天是318太陽花運動十週年 晚間在立法院旁的紀念晚會 就播放當年整場運動的過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情況 當時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學生們衝進行政院或是在街頭 跟警察對峙時被用強力水柱來做攻擊 而當時在現場的黑島青 魏陽今天也在紀念晚會上 說在太陽花後的十年 他們應該要訴求 重聚台灣內部的社會共識跟團結 來看一下魏陽的最新說法 318的十年之後 我們不需要重新把我們的焦點 我們不只要看中國 對我們台灣民主自由的壓迫 我們要同時也要看到說 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如何可以建立團結 同時也可以去打造更平等的社會 更平等的經濟 魏陽的訴求不只是要重聚台灣內部的團結 他們也說他們還是反對服貿貨貿 並且拒絕中國大陸的政經脅迫 但最重要的是 國內的政黨跟公民必須要理性對話 以上是想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BS 今天影片在講三位置 今天影片下載TVBS 我們下載TVBS 可以下載TVBS